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点心 少给家里留点事啊 妈 我觉得小海龙被赶出去肯定是他自己惹了什么祸 跟叶辰没有关系 叶辰不是那样的人 马兰气羞羞地一甩筷子 怎么没关系 小海龙回来后告状 说因为叶辰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到邀请函 被查出来以后酷怒了珍宝阁 人类被他作为肖家人的其中一员也被赶出来 人家珍宝阁阁主还放话了 以后不让肖家人去 去就打到腿 肖家这次丢尽脸了 肖长坤这时才开口道 哼 那邀请函根本就没问题 我看啊 一定是小海龙那小子自己惹了祸 怕妈责罚他 所以才故意甩过给人的 你还在这帮着这个窝囊废说话 要不是你想去那个拍卖会 能做这些事 肖长坤连忙闭嘴吃饭 也不敢作声 马兰不耐烦地说道 他一个窝囊废 能有什么本事弄到邀请函 现在把小海龙也得罪了 我看看怎么说 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就响起了一阵的敲门声 紧接着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请问叶先生在家吗 马兰的脸色一阵紧张 恼怒地瞪了叶晨一眼 糟糕 肯定是老太太的兴师问罪了 你看你干的好事 先看看再说 肖初然也是神色凝重 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客厅里鸦雀无声 马兰和肖长坤都紧张地站起来 盘算着怎么应对 叶晨脸色微沉 如果老太太颠倒黑白 带着人闯上门来问罪 那她就不必再给老太太面子了 肖初然小心地 把大门打开了一条缝 警惕地问你 你有什么事 叶晨眉头一皱 一个箭步走到门口 不着声色地把肖初然拉到身后 对门外的人冷冷说道 一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 看见他以后顿时恭敬地笑道 您就是叶晨先生吧 我是珍宝阁的新任经理 下午刚刚上任 上午您离开珍宝阁的事 各主感到十分抱歉 特地命我带着礼物上门致歉 你们是珍宝阁的 珍宝阁 我们各主对叶先生的立场深感自责 当场就把中间挑事的卡龙杆打出去 还凶止了拍卖会 珍宝阁这台不周 这是我们的失误 晓宝阁先生不计前嫌 原谅我们 中年人说完 向身后招了一下手 几名黑衣壮汉顿时麻利地提着礼物 放到门口 夜晨瞟了一眼 只见这礼物还真不少啊 一厢限量版的黄鹤楼 一厢限量的三十年茅台飞天酒 此外 还有一对明朝古董花瓶 一套戴帽围棋 这些礼物价值已经超过了百万 叶先生 这是珍宝阁的舞 阁主现在正和宋小姐准备新的拍卖会 无法分身赶来 所以让我当门人致歉 若等有机会 他一定亲自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 中年人说完 在夜晨面前深深地攻 夜晨点点头说道 把东西放下吧 中年人接着从兜里 拷两张金色的邀请函 恭敬地递到夜晨面前 继续说道 这是新拍卖会的邀请函 请您和肖老先生务必前往 这次我保证不会再让你们失望 请您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还有特制的珍宝阁黄级贵宾卡 这种卡我们仅发了十张 终身有效 来到珍宝阁可享受最高欲 夜晨扫了一眼贵宾卡 卡面是金灿灿的 是金箔相钻的 他淡淡地说 我对这个拍卖会的兴趣也不大 这样 你问问我爸的意思吧 好好好 肖老先生 今天十日再抱歉 请您后天务必上光参加 这 肖长坤已经从震惊当中平复下来 看了一眼贵宾卡 忍不住 淡了一下喉咙 他认得 这是珍宝阁的限量级贵宾卡 只发给内阁地位的成员 根本不对外发售 拥有这张贵宾卡 珍宝阁内是出入自由的 而且还享受着最高的待遇 对阁内所有闻完古董 可以随意赏完 买货也有很高的折扣 这样的诱惑 肖长坤想拒绝都 正要厚着脸皮接过来呢 从旁边突然伸出 把两张贵宾卡都抢走 只见夜晨的丈母娘马兰 喜笑颜开 接过两张贵宾卡 高兴地满脸堆笑地说道 既然你们来道歉 那这些礼物和贵宾卡 我就勉强收下吧 后天的拍卖会 我老婆会去的 会去的 马兰可是激动坏了呀 送来的这些礼物 那可都是钱呢 古董值多少他不知道 但那一箱珍藏脚财飞天 一瓶就值三四万 这一箱二十瓶 那就那几十万呢 还有珍藏机的黄鹤楼香烟 一条五千 一箱五十条 二十多万 这两样加起来 那可就是一百万了呀 不要白不要 而且呢 拿着这两张贵宾卡 她还有了 在那些老闺蜜面前 显摆着资本 萧出然 看见马兰这副 财迷心窍的样子 无奈地叫了一声 妈 咋了 人家送的离我不能收啊 我的意思是不该收啊 都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怎么好收人家重的离 这是欠礼 该收 中年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出来之前 这阁主就亲自交代过了 叶先生 要是没收下这些东西 那他也不用回去了 叶晨一回头 看见马兰 已经喜滋滋地 把烟酒搬进了屋里 捧着一顿古董花瓶 在灯下是又摸又看 只能是在心里摇摇头 对中年人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叶先生 您休息了 叶晨关上房门 转过身 却愣一下说道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只见 这客厅里的三个人 六只眼珠 全部都盯在他身上 丈母娘兰肝脱一声 堆出了一脸假笑味道 叶晨啊 你什么时候 跟珍宝格又交情了 他们怎么会跑到 咱们家送礼道歉 妈 您误会了 跟他们没有什么交情 他们之所以来 赔礼道歉呢 主要也是 珍宝格的服务态度好 他们的员工犯了错 那老板比较讲口碑吧 所以才这么大力补偿 哼 哎呀 我还以为你出息了 能巴结上大人物了 没想到原来是 人家服务态度好 萧初然在一行 却有点疑惑了 对方送了这么贵重的礼品 难道只是因为 服务态度好 要补偿夜晨吗 不过 收到一袋礼物的马兰 心情也好了不少 总算是不再针对夜晨 美滋滋地 想着赶紧把烟酒 先变卖出去 吃过饭 夜晨在厨房收拾款款 忽然之间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 是自己有过两面之缘 而且还帮过的秦刚 那个翡翠手镯 也就是秦刚所 电话里 秦刚恭敬地说道 叶老师 怎么了 有事儿吗 多亏叶先生 实际 这几天 秦家已经顺了许多 还得感谢叶先生 指点迷津 要不然 我们秦家就大祸零头了 我看恐怕 没有那么顺吧 如果真那么顺的话 你会这个时候 给我打电话吗 叶先生 果然流失了 这是什么事 都闷不过您的发言 叶晨淡笑了一下 但没吭声 果然 秦刚 颤声开口 叶先生 求您再救我 秦家一次 大恩大德 秦家这辈子 都铭记在心 他脸色发白 身躯 微微颤抖 仿佛处于 极大的恐惧当中 叶晨皱皱眉头 淡淡地问道 玉裂了 叶先生 不愧是大事 又被您说中了 哎 本来我按照您的指示 把那个预塞供了起来 吩咐家中人吃素其日 不得见血光 哪想到我那不长期的 蠢痴晴傲冬 偷偷吃的什么炖鸽汤 还不小心把鸽子血 针在这预塞上 那预塞 立刻就四分五裂了 我把他打了一顿 滚在家中 可是奇怪的事情 还是不发生 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了 昨晚狂风暴雨 一处天雷打在亲家庭院 正庭中一棵百年桂花树 打得秋黑 不但如此 供奉在寺堂中的 亲家祖宗牌位 竟然也无故掉在地上 摔成两半 这完全是大凶之王 叶晨眉头紧簇 从风水上来说呢 这庭院当中啊 种植桂花树 那是富贵吉祥的象征 但是贵树被天雷劈倒 则预示着 秦家会家破 祖宗牌位摔碎了 这是秦家将亡的预兆 真没想到 这颗玉塞的煞气 竟然这么重 严重到超过他的估计 竟然能借着鸽子血 就煞气冲天了 听不得能回复 这秦刚的心中是直打鼓 他哀求道 我秦家虽然从上 但一向与人为善 并未做伤天害理之事 求叶大师垂怜 救救我秦家 秦刚 并不是我不救你 而是这玉塞的煞气太重了 被秦奥东带的身上多年 这煞气早已经拢到秦家庭院 光是用普通的符文 根本对付我 那怎么办 今天出了这么高过海 真是家门不幸 秦刚长须短叹 声音颤抖 煞气浅血会更凶 而且还是热性的割血 现在压制住如此重大机器 恐怕只有接触 天地之宝灵物的力量了 好 叶大师需要什么东西 我就算轻家荡产 也一定弄到 这样吧 我正好明天要参加 珍宝会会 我去拍卖会上看看 有没有什么天地灵物 至于能不能拍到 就看你的运气了 好 就饶翻叶大师了 叶先生 我明天就给您 送一张黑卡过去 如果有任何 需要钱的地方 您只管刷卡 嗯 叶也疯了一声 毕竟是帮秦家 总不能让自己花钱吧 随即叶也陈说道 你也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这天地灵宝 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可遇而不可求啊 至于拍卖会上有没有 那就只能看你们 秦家的运气了 是是 我也会私下多打听打听 不过还是要 老板叶大师了 出事之后 他也找过多名知名风水师 可那些人呢 只是在秦家的门口 看了一眼 就立刻摆手推辞 连门都不敢进 逃一样的 就赶紧离开了 今 这秦刚唯一的救命希望 就在叶臣的身上 叶臣心中 着实唏嘘啊 根据命理推断 秦这辈子 应该是没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理应平安住 哪想到天意弄人 家里竟然出了 秦奥东这个丧门信 弄得是家宅不宁 如果自己不救他 一年之内 他秦家必将是家破人亡 不光他和那个秦奥东 还有他那个漂亮的 小辣椒美女秦奥雪 怕也是会香消玉云 本集内容到此结束 请您关注下集内容 我是肖初然 咱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京志文学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 上门龙虚 第四十七集 于大师推开了人群 大步走到夜城面前 打亮一眼说道 这位朋友 听你这口气 你是对我的平安符有意见 没有 我就是觉得 这平安符值不了这么多钱 人群中 立刻有人开口说道 你走个屁 于大师的符 二十万都算便宜了 就是 两百万的符豆 很多人抢着买的 这种屌子 估计也就买得起寺庙里 两块钱的那种平安符吧 于大师看着夜城 冷静一声 冷静一声 说道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人之所以长脑子 就是为了说话之前 先在脑子里思考 最好 也不懂光懂 说完 于大师不屑地撇了撇嘴 率先走进了展厅 夜城一脸待人 根本就没把这个于大师看在眼里 一旁的宋婉婷 有些尴尬地说道 夜先生 别往心里去 于大师时期比较大 夜城 无所谓的摇摇头 宋婉婷说道 啊 我们也进去吧 贵宾们依次入场 主持人呢 是珍宝阁的得主 保富贵 上台例行公事的致辞几句 便进入了拍卖环节 拍卖会正式开始 由于上次拍卖会临时取消 那这次的拍品比上次更多 而贵宾呢 多了一倍 两位李小姐 用小车推上台的第一件物品 是一件古色古香的紫童香茹 白雾鸟鸟 鱼香枯比 拍卖是夜城 这是宋代的松鹤道流香茹 是宋帝赐给书画大家苏东坡的珍藏品之一 所配的两盒龙前香 是宋代宫廷御用之物 民间不得擅自使用 而且制作方法现已失传 闻之提神醒脑 还有轻微的助性功效 说完 她示意李小姐点香 一名穿旗袍的李小姐 用银勺小心地挖了一小撮的香 点燃了 只见这洁白的烟雾像瀑布那样沿着香炉徐徐躺下 烟雾缭绕之间 这香炉上的松鹤是徐徐如生活灵活现 隐约斩翅飞起 一阵淡淡的异香顿时在拍卖厅中飘起 闻之令人精神一阵 不由得心快神仪 叶臣点头说道 确实是正宗的龙前香啊 有抹香精炼制 而且这种手工制香的工艺 现在基本都买不到了 拍卖时敲了两项小木唇说道 松鹤道流香炉 以拍价八十万 加价十万一次 这香炉制作精致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而且呢 拍价也适中 台下纷纷举拍 不一会儿 这香炉就被一名玩家 以一百六十万的价格给拍走 紧接着 又送上七八件的拍瓶 那都是优质的古董 会场气氛热烈 宾客们也纷纷竞拍 萧长看得津津有味 只是自己囊中羞涩 要不然也会收养举牌的 不过 叶臣却丢下这些藏品 没什么兴趣 因为这些拍品啊 虽然珍贵 但只限于收藏 对他而言 并没有什么价值 就在这个时候呢 李小姐端上了一只白色紫盘 这盘中放了一串紫色的珠子 在灯光之下闪闪发光 还满是介绍的 这串紫珍珠的拍价倒是不贵 只有四十万 叶臣抬起头 立刻叫价 五十万 拍这干啥 珍珠想连几万块钱到顶了 这四十万是坑傻的 千万别拍 叶臣看着那珍珠 心里想着萧初然笑笑说 我看初然带挺合适的 珍珠本来就安神 她最近压力太大了 睡眠也不好 一听 她是自己女儿买的 萧长坤想说什么 也直向地闭上了嘴 这项链的收藏价值不高 所以呢 也无人静开 就在拍卖师 要一锤定音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六十万 叶臣寻声向旁边看去 只见 秦家那个作死的秦奥东啊 从侧面露出一个头 脸上挂了一丝冷笑 对叶臣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也看上了这处项链 叶臣有皱眉 这祸子也在 他不是被秦刚禁足了吗 秦奥东这几天可过得很惨 前几天惹了祸之后 他就被二叔给狠揍了一顿 还遭到了禁足 但是 以他对古董文丸的极端热爱 这种级别的拍卖会 又怎么能错过呢 于是 他今天费尽心机地 跑出来参加拍卖会 可没想到 在这儿又看到了叶臣了 他一直对叶臣是心存不懈的 在他看来 二叔完全就是被这小子给骗了 但是呢 他也不敢正面地挑衅叶臣 眼看叶臣要拍这个项链 他便紧接着叫架 虽然没什么用 但是也让叶臣难受一下也是好的 叶臣看了他一眼 冷淡地转过头 继续叫架 七十万 八十万 叶臣 咱不拍了 算了吧 别找劲 看我怎么跟他管 八百万 现场都傻眼了 别人叫八十万 你叫八百万 你是不是有多 秦奥多也傻眼了 妈的 你不按套路出牌啊 我叫八十万 你应该叫九十万 最多叫一百万 不是 你叫八百万是几个意思啊 你是有钱烧的呀 还是脑子短路了呀 叶臣 靠秦奥东 条条没笑道 秦公子 继续啊 我疯了 八百万买这破烂玩意儿 算了 让给你了 秦奥东 秦奥东 虽然脸上很刮不住 但是 他也 越实不舍得在八百万的基础上 叫价了 这 朱子的价值 七十万就顶天了 自己要真花八百万买到水 那回家 还不得被打断腿啊 有钱也不是 叶臣这个时候 盯着秦奥东 不懈地说道 秦公子 这么快就尾了 看来你也不行啊 大家哄哄笑一团 秦奥东红着脸说 你少他妈激我 我看你压根就买不起 瞎他妈叫价 想引我上套 我他妈非要看啊 你什么拿出这八百万来 你叫不起就直说叫不起 在这解释这么多有什么意思啊 这时 害时也落锤了 八百万 成交 恭喜叶先生 随后 立刻有李仪小姐 拿着无线刷卡机 来到叶臣的面前说道 叶先生 请您刷卡支付 所有人都在盯叶臣 秦奥东 冷笑道 叶臣 我他妈看你怎么刷卡 你能拿出八百万 这其他人也好奇 叶臣叫架 叫得这么丧心病狂 是不是真的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叶臣淡然一笑 直接掏出秦刚的那张黑卡 撕拉一声 刷完了卡 黑卡没有密码 刷卡成功 李仪小姐把单子 递给叶臣恭敬的 叶先生 您拍到的宝物 会付出之前 送到您的手里 好 叶臣点点头 其他人都纷纷震惊 看来他真的是有钱啊 以八百万的价格 买一条七十万的链 这人 真的是有魄力啊 这个时候 叶臣看向秦奥东 笑着问道 秦少爷 这下 服了没有啊 周围一阵哄笑 有人调侃道 秦少爷 是不是家道中落 出不起钱了 我看是秦少爷 身体太虚 提不到了吧 秦奥东感觉 脸上 滚烫得很 妈的 这孙子 竟然真能拿出 这么多钱来啊 这下自己是丢人 真的是丢大了 于是 他咬牙切齿地说 叶臣 下一件 我绝不收你 好 那就下一件 再比一比看呗 秦奥东 也不知道这叶臣 哪儿来的这么大 底气 更不知道 叶臣手里 还拿着他二叔 给的一张卡 很快 又是几件藏品 被拍走了 接下来 是一块 半成品 甜黄玉胚 这块玉胚 有一半是包裹在 岩石当中 已是 是纯天然形成 标下八十万 天然形成的玉胚 含有一定的灵气 叶臣心想 这东西 用来给秦刚 练避邪法技正好 当即举起了牌子 九十万 是 他话音刚落 熟悉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一百万 叶臣转过头去 正对上秦奥东 这挑衅的眼神 他不动声色 继续举 一百一十万 一百二 这次下来 甜黄玉胚的价格 已经翻了一倍了 在秦奥东的 刻意竞价之下 飙到了二百万 在场的不少人呢 也看出来了 秦奥东又开始 刻意震摊 大家都等着 再看一场好戏 所以呢 紧盯着叶臣的手 叶臣缓缓举牌 开口道 两千万 我去 现场都疯了 两百万 直接叫到两千万 又是跟刚才一样 直接翻了十倍啊 秦奥东的脸色 难看至极 这个叶臣要死啊 是 就算你有钱 那钱 又不是钱了吗 啊 这么败坏 这自己 是金灵出了名的败家子 可即便是自己 也不舍得花 十倍的价钱 买一样东西啊 他一下子 就陷入了迟疑 跟不跟呢 跟 那就白扔了一千八百多万 不跟 叶臣怕是要损死自己 这些人 怕是也要嘲笑死自己啊 刚才已经丢了一次面子了 如果这次 再被叶臣比过去 那真是没脸出来混了 一想到这儿 秦奥东咬了咬牙 脱口说道 我出两千零一十万 现场一阵的惊呼啊 秦奥东加了十万 这是应战了 叶臣这时 微微一笑 又举手了 我出三千万 过去 这他妈要疯啊 这根也太刚了吧 两百万叫两千万 两千零一十万 有三千万 叶臣的手笔 简直是把现场 所有人都压倒 秦奥东也崩溃了 这个叶臣 到底是干嘛的呀 他真有这么多钱吗 三千万啊 能买十五个 这样的玉石啊 无论是这样的价格 那都是天大的冤大头啊 叶臣这个时候 又问秦奥呢 秦公子 来啊 继续啊 秦奥东慌了 三千万买块玉 这要是让家里知道 自己就死定了 姐姐秦奥雪 怕是会把自己 打成终身残废的 可是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怎么办呢 秦奥东的脸上 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拍卖是那边搞家 三千万一四 三千万两四 现场好热闹当众 都开始大喊 秦少爷 出嫁啊 秦少爷 你得硬起来啊 秦少爷 别让我们看不起你啊 秦少爷 你难道真的怂吗 你刚才那么装逼 现在就怕了 秦公子 你要是再不出嫁的话 你可就输了哟 本集内容子结束 请您关注下集内容 我是肖初然 咱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精致文学出品 声像工作室制作的 上门文序 第四十八集 秦奥东此时被万众瞩目 迟疑了片刻之后 一致还是战胜了冲动 他忘声忘气地说道 我放弃 去 怂祸 丢人 哼 真什么诚人 现场是一阵怒骂嘲笑声 让秦少爷 颜面无存啊 他甚至后悔今天跑出来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这么丢脸 感到极度地丢脸 秦奥东一阵气急败坏 扭头 看见叶晨那 爷爷的眼睛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他忍不住 冲出自己的肩 走到叶晨面前质问 请叶的 你故意整我是吧 叶晨 慢条思理地端起桌上的碧螺春 喝了一口说道 没人逼你跟我竞价 是你自己非要跟我对着干的 啊 这干不过了 就恼羞成怒了 秦少爷 拍卖规则就是这样 愿赌服输 玩不起就别乱 秦奥东气得咬牙气势 但是 不敢得罪宋婉婷 有你这 秦奥东 用手狠狠地指了叶晨一下 怒气冲天地回到包厢 叶晨不禁摇摇头 有秦奥东这个败家子儿在啊 秦家想好估计也难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叶晨继续刷那张A卡来付款 反正都是秦刚的钱 自己花起来也一点都不心疼 话说回来 要是秦刚知道自己多花这么多钱 是因为他们秦家那个败家子儿秦奥东 那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怕是要把秦奥东杀了才能解恨吧 也真是有趣啊 一小时过后 这拍卖会已经接近晚生了 这段时间呢 秦奥东一次都没出嫁 估计啊 也是被叶晨给搞怕了 就在这个时候 几名服务员吃力地 推着一台小车上台了 这车上放着一件巨大的事物 叶晨突然屏住了呼吸 抬头向台来看去 他感到了一股浓厚的灵气 而就在这时 旁边包厢里的余大师 也是精神一振 两眼死死地 盯着这件拍瓶 这就是压着保护了 不过 当保护柜掀开 遮在上面的布帘之后 人群却纷纷地露出失望的神色 因为 这推车上放着的 竟然是一个祸祸祸烂烂的大礁石 这上面啊 还附着着有一些海草和干涸的贝壳 台下是一片议论纷纷的 完全不明白 这珍宝阁 为什么会把这个破石头当作压轴品呢 这个时候 宝富贵才开口解释道 大家稍安勿躁 这是本场的压轴品 天然车渠 这车渠在海底天然生产 经鉴定 背零一百年 可后在海底又浸泡了上千年 壳上已经呈现天然万字纹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真品 说完 他吩咐李仪小姐擦开一块让大家观看 果然 露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地方 呈现出像琥珀的透明金红色 还吟有万字花纹 美轮美奂 这下 会场彻底轰动了 车渠的价格 在国际上是以客论的 以三万到五万不得 而且呢 这背零的寿命只有二十到一百年 这车渠长满一百岁 实在是不易 绝对是真品的真品 更难的是 他在海底沉睡千年 颜色呈金红透明 还有天然的万字花纹 可可以说寓意极好 是车渠中的顶级宝贝 这只车渠的起拍价为九百万 人群是分分大 很快的价格就哄抬至一千二百万 不少人直男而退 但是还有识货的人是窃而不舍 就在这个时候 于大师站起身来高声地说道 我出一千五百万 各位朋友 我今日来这拍卖会 正是为了这只车渠而来 请各位给于某一个薄面 让于某一个 待会儿我给大家每人送一个平安服 当作心意谢礼 在场的客人大多是老板 知道于大师的名声 也不敢随便得罪 要是搞不好 人家随便做个法 就弄得你家中是鸡飞狗跳 再说了 送出二十万一枚的平安服务 也算不白 于是不少人虽然是心中不快 但还是选择忍得下来 宝富贵虽然脸上不动声色 但是心中是着实不快 原本拍卖 那就是价高者得 可于大师呢 却坏了规矩 如果真是一千五百万被他拍走 自己少赚一些钱 倒不算什么 但是这名声传出去 真不在行中的威望 必经受损 但是宝富贵也知道 于大师这个人实力很强 很有一手 他也不好心意得罪 也只能是做罢 于大师志得一马 激动的心情 甚至按耐不住 为了这支车渠 他不惜坐飞机来经理 几番周折 终于是得偿所愿了 区区一千五百万算什么呀 只要东西到他手里 那绝对能打赚一笔 而且 现场确实是一片沉寂 看来 他于大师出手 无人敢跟其竞价 这就是面子 这就是威严 全国各地 谁不给他于大师人薄面 看来 这块车渠 自己一千万万捡了一个大漏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暗淡的声音 再度响起 我出三千万 这声音一出 会场是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视线 全部都齐刷刷地 看向那个叫价之人 心中 不约而同的一阵惊异 又是他 又是那个 衣着平常的年轻人 乍一看并无过人之处 但是两次跟秦奥东叫价 让人印象深刻 关键是 他两次叫出天价 两次都干脆地刷卡付款 简直是牛到炸了 但是 谁也没想到 这家伙 竟然还敢跟于大师叫板呢 于大师一眼就看见了他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个时候 秦奥东京地一下子站起身来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宋婉婷也没料到 叶臣竟然会突然 跟于大师叫价 他只知道 叶臣有健保的本事 他并不知道 叶臣有多少资产 他不忧暗想 连自己都不愿意得罪于大师 这个叶臣 难道就不担心 于大师报复吗 倒是萧长坤 最先回过神来 急忙地连忙拉着叶臣 叶臣 你究竟搞什么 赶快坐下 爸 我有分寸 叶臣扭头 淡淡地说了一句 又抬起头 眼神无比冷静 叶臣 这什么意思啊 想抢于大师的东西啊 这是拍卖会 人人都能拍 怎么能说是 抢别人的东西呢 你这么大了 难道一点规矩都不懂吗 你啊 还是老老实实地 坐在那儿别说话 刚丢完脸 你就不觉得脸红吗 秦奥东一听这话 顿时是羞丧不已 立刻心虚地坐了回去 也不再吭声了 于大师阴沉着眼 眼神像锥子似的 紧盯着叶臣 冷冷说道 又是你 知不知道我于静海 是什么来路 还敢跟我抢东西 我管你是什么来路 今天就跟你抢了 怎么着吧 于静海要疯了 他在海内外是享有盛名的 在场的人 无疑不对他尊敬有加 可偏偏这小子 是销商至极 几次翻番地拆他的台 实在是叫人恼恨 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还说自己 是什么来路 这简直就是找死了 在场的人也都吓傻了 我去 这孙子到底什么来路啊 竟然这么敢刚啊 还骂于大师什么来路 活腻了吧 于大师这种风水态 一万种办法杀他不渐血啊 不过 于大师虽然是心中恼怒 但是为了能够低价 得到那只车渠 他表面上还维持着风度 开口笑道 这位朋友 刚才你我在门口是有一点误会 不过 一点小事 说开了就好 如果是为了报复 才跟我竞拍的话 未免太过小心眼了吧 于大师本身是准备一千五百万拿走这只车渠的 可如果自己跟叶晨硬刚的话 下一次交价就要超过三千万 他可不想多花这么多钱 所以忍气吞声 也是希望叶晨能够收回出价 等自己一千五百万拿到车渠之后 再慢慢地跟他算账也不迟 叶晨早就看穿他的动机了 鄙夷地说道 你少跟我废话 我也看上这只车渠了 你呢 要是出得起架子就出 你要出不起 就一边玩等 现场再度疯了 我去 这哥们竟然让于大师玩蛋去 也太有种了吧 于大师冷着一张脸 但是为了省钱 继续开口说道 我实在喜欢这件车渠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叶晨瞥了他一眼 平淡地说道 给你面子 我认识你吗 哎呀 你就直说吧 你是不是出不起钱啊 于大师的脸色难看至极了 迄今为止 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而且 对方看年纪 不过是二十上下 比自己的徒子徒孙还要年轻啊 脑恨之下 于大师也懒得维持风度 冷冷地说道 没想到 阳内的气氛迅速热烈起来 规则很简单 谁更有精神 谁就是这场战斗的王者 于大师想得很紧 如果自己一点一点 跟他斗 他就会一直斗下去 没完没了 所以自己必须叫一个 能唬住他的架 直接叫五千万 他肯定是不敢跟 可是 谁也没想到 夜宠脸色不变 嘴里吐出两个字 一亿 拍价再次分贝了 厂内的气氛都废腾了 这才短短几分钟啊 这件拍品的价格 就连翻十倍之多 堪称是拍卖史上的焦点啊 本集内容到此结束 请您关注新年 我是叶晨 咱们下期见 第四十九集 秦奥东忍不住高叫起来 叶晨 你少在那里装 你有这个钱吗 你还别说 我还就真有 怎么着 你不服啊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吧 我用这张卡呀 就是你秦家的 是你二叔亲手给我的 怎么样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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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王八蛋 竟敢骗我秦家的钱 我能不迟早 要把你这个骗子 碎石万段 于大师侧头 看向秦奥东问道 秦公子 你认识这个人 他就是萧家的 一个上门女婿 也没工作 在家吃老的软饭 最近靠哄骗我二叔 才有点钱 是吗 于大师一条眉 仿佛吃了一个定心丸 冷吃一声 打肿脸充胖子 年轻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太气盛 否则吃苦偷的就是你 不是我瞧不起你 一个亿 你拿得出来吗 我拿不拿得出用你 曹仙 有种就继续叫价 没种 就把嘴给我闭上 于大师绷不住了 怒骂道 小子 你这是找死 哈哈哈哈 什么 我找死 哈哈哈哈 就凭你啊 你连买东西的钱都出不起 还想弄死我 哈哈哈哈 真是个傻叉啊 于大师被夜城市连番击方 再也维持不住风度了 阴着脸低吼道 这话一出 宝福贵脸色顿时就变了 这是明摆着要砸珍宝阁的角 他脸色铁青 但是又不敢驳斥于大师 心里是抓心脑肝 十分的难受 夜城却是微微一笑 哼 想要我的命 你也得先等拍卖会结束再说吧 现在拍卖会还没结束呢 我刚才出道一个月了 请你继续出嫁呀 宋婉婷是差异无比 于大师并不是一般人 哪怕是宋家 也不敢保证能对付得了于大师 可夜城这么往死里得罪于大师 到底是什么呢 又是哪儿来的底气呢 小长坤倒百万 精度捂住心 HP的刺ち 心想着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下下完了 你是完了 这下也要跟这是完了 于大师脸色僵硬 夜城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这些话 无疑是在狠狠地打他的脸呢 可是 人说得对 只是在拍卖会上 想得到那只车区 继续出家 可是 一个亿啊 这他妈谁出得起啊 所有人的视线 都盯在于大师的身上 看他要怎么应对 于大师的脸色是 轻一阵白一阵 但是 为了那只车区 他强压着怒意 对夜神低声下气地说道 这位朋友 如果我刚才得罪了你 实属无异 请你见谅 但是这只车区 我确有用处 还请你高抬贵手 上一让 我可以欠你一个人情 我的人情 价值比这块车区更高 他眼里寒光闪烁 这个猫头小子 竟然敢让自己如此丢脸 等此事结束之后 自己必要杀 叶臣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拿他也有用处 所以我不能让你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你的人情 对我来说呀 一文不值 于大师崩溃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当拍摄结束 想办法要了夜神的命 一定要杀了他 眼见于大师怂了 现场的人也不有感叹 真没想到啊 这个年轻人一路刚到底 连于大师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了 随着拍卖师的最终落锤 夜神终于以一亿的价格 成功地拍下了压轴的那只车区 于大师是愤怒不已呀 狠狠地看了夜神一眼 脸色铁青 直接就离场了 他想现在就杀了夜神 但是情况不允许 所以这件事 要许许图知人 宋婉婷 看着于大师离去的背影 提醒夜神说道 于大师不是普通人 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找你麻烦 这几天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还怕他不来呢 一个亿砸进去 换了一只车区 所有人都觉得夜神是疯了 但唯有夜神 对此一点也不在意 回去的路上 夜神对肖长坤解释拍卖的事情 说明那一亿 是由秦家授权给出的 免得老丈人受不起 再吓出个好歹的 到家之后 夜神趁萧初然还没下班呢 立刻就开始研究起那只车区了 这只车区有车轮那么大 已经干净 简单地打磨了一番之后 露出了金魂光滑的壳面 夜神稍一用力 就把它掰成了好几块 他捡起一块看了看 果不其然 厚厚的壳中 露出了三颗白色的珠子 这是车区的计划 海灵珠 车区本就是佛教七宝之一 而这车区的磅珠呢 就更是灵气充裕了 而且 只有寿命长达百年以上 而且已经通灵的被才会有 也是他们 吸收海洋的精华所凝成的 海灵珠在炼器当中的极品 可遇而不可求 这也是夜神不惜花费大价钱 也一定要拍下他的原因了 夜神从车区里 一共找出了三颗海灵珠 算是很满意了 随后 夜神拿出血龙雷尖墓 按照九旋天经里的方法 用灵气打了几个手印进去 手印一入其中 便立刻地引出了里面 至刚至强的雷霆气息 海灵珠一遇到这雷霆气息 便绽放出了微微的金光 很快 将一散出来的气息 给吸收完毕了 夜神才拿起了海灵珠 开始着手炼制法器 很快的 海灵珠在手中已经逐渐成型了 他又取出了 今天在拍卖会上拍到的珍珠项链 从中摘下了一些珍珠 与海灵珠一起炼制 最终炼成了一串炼 剩下的车区壳呢 也是炼制的上品 他拿了其中一款 将其炼制成金煞符 打算把这个拿给琴刚 用车区壳炼制的金煞符 融合了专门破煞驱邪的雷霆气息 足够琴家来应对那道煞气了 等炼制完这些之后呢 夜神剑剩下的车区碎片还有不少 看看时间还早 便又拿着车区碎片炼手 试着炼了一枚金雷令 根据九旋天经里的记载 这金雷令是低级的法器 主要是用于招雷换雨 不过 他也添加了血龙雷击木的雷气 又让其功效加倍 驱鬼阵邪能用 攻击斗法也能用 他刚炼完金雷令 就听见这楼下传来了动静 是老婆来了 夜神赶紧把剩下的车区碎片收到床下 拿着刚刚炼制好的海灵珠 就走出了卧室了 一抬头 便看见萧初然站在客厅里 满脸无奈地跟丈母娘马兰说着什么 夜神走过去 只见马兰正晃着手腕 而手腕上赫然是秦刚最初送自己的那个翡翠镯子 马兰喜滋滋地说道 初然呢 这镯子真不错 我带出去大家都夸是好东西呢 别提多有面子了 妈 这镯子不是前几天夜神放在家里的吗 你怎么一声不说就拿出去带了 我还以为丢了呢 我是你妈 带一带怎么了 给我再带几天 拖去张张脸 眼看着两母女争执 夜神连忙走过去 打圆场地说道 诶 初然 妈既然喜欢就让她带吧 我刚才新做了一个手链 我咋能送给你的 你看 什么手呀 马兰就像捡刀了宝 一把就夺了过去 可是 她一看 只是一串贝壳珠子 顿时 没好气地递给萧初然 又是这种不值钱的玩意 萧初然 却接了过去 很自然 戴在手上 看了看说道 这是你自己做的吧 诶 这贝壳珍珠的手链 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还可以辟邪防身 今天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做得比较粗糙 今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做更好看的 还不等她说完呢 萧初然就微微一笑 谢谢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叶晨松了一口气 之前她送萧初然 翡翠项链 十分贵重 不过 萧初然却没怎么戴 她平时喜欢素带 也不在乎什么金银首饰 所以 也不喜欢戴什么 太显白的东西 不过 这串车取手链 萧初然 却似乎 很中意的样子 马兰 见萧初然 好像很喜欢 这个破手链 没好气地嘀咕她 既不是金 又不是月 又是离穿布之前的 珍珠贝壳 有什么用 叶晨笑笑 不与她争辩 不让萧初然 知道她的价值也好 要不然的话 她知道这法器手链 拿出去卖的话 有钱人 至少愿意 为她出价十几亿 恐怕她就更不会戴了 等把手链 送给萧初然之后 叶晨才下楼 搞了一个铜城块 把金煞符 以及那张黑卡 一起给秦刚 遗迹了过去 这样呢 也算是给她一个 圆满的交代 此时的秦家 于大师此时 正坐在正厅的 太师椅上 脸色阴沉 一眼发 她此行来金灵 就是冲着这只车渠的 这里面有海灵珠 用来练成法器 那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可是没想到 这半路杀出一个叶晨来 打乱了她的计划 让她恨得是咬牙切齿 秦奥东站在一旁 捶手速力 玄机堂威名在外 秦家当然也认得于大师 全部都恭恭敬敬地 站在一旁 而秦刚恭维地笑道 没想到于大师 竟然立临了 秦奥真是有幸 不知大师前来 究竟是何事 于大师不紧不慢地 喝了一口茶 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 慢悠悠地说道 我在拍卖会上 偶遇秦公子 他邀请我来 给你们家看一看运势 秦刚本来准备好 收拾秦奥东一顿的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 偷着往外跑 可是眼看秦奥东 请来了大名鼎鼎的 于大师 于是便把这股火气 给压了下去 于大师 还请您多费心 要是我没说错 秦家这两年衰运连连 恐怕家里有人 只有不祥之物 去年就有了血管之灾 至于今年嘛 我看你秦家的家运 已经到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因其禅宅 秦家将会家破人亡 断子绝孙 于大师话刚说完 秦刚就是脸色一白 连忙攻击地说道 于大师 您真不愧是玄机堂的高人 我秦家确实没运当头 还请您出手相助 秦家众人也是心中惊奇 于大师果真是高人 竟然全都说对了 夜晨那边到现在 还没有回信呢 秦刚早就等得极可待了 而眼下 大名鼎鼎的于大师 亲自登门 他就像是抓到了 救命稻草 连忙问道 请问于大师 您可有办法解决 办法 当然是有 于大师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突然眉头一皱 但我看你家府上 恐怕最近有妖言祸重的神棍作法 坏了风水 加速了秦家灭亡 如果让他继续坑害下去 怕是你们秦家不出半年 就会全部死去 本集内容到此结束 请您关注下集内容 我是萧初然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京日文学出品 声像工作室制作的 上门龙序 第五十集 什么 神棍 秦刚愣住了一阵的恶然 最近给秦家看风水的 可就只有夜晨这一个 秦刚愿人极其信服 连忙说道 大师 您会不会看错了 确实曾有一位夜大师 帮我化解过 但他的手段都很管用 应该不是什么神棍 装神弄鬼之人 可以擅长哄骗无知之人 你要是愿意信他 于某人这就走 于大师留步 秦刚慌了神连忙拦着 请大师赐教 夜大师的方法 究竟有何不妥 于大师头也不抬的 伸手往堂屋中一指 你端一碗水来 秦刚连忙 命人端了一碗清水过来 于大师拿着清水 是念念有词 在水面上画几道符 然后将水 往秦刚的眼皮上一弹 秦刚一睁开眼 突然之间 吓得毛骨髓连连后退 大师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他赫然看见 自家的屋宅上 竟拥着一层诡异的黑烟 而且秦家众人的头顶上 竟然也冒出了一缕缕灰色死气 族人是一个个脸色惨白 简直就像是一群僵尸 于大师轻哼一声 我给你开了天眼 你看见的是阴气 而你家族人 则是浑身死气 命不久矣 这 这可怎么办 无妨 我今天过来 也算是你我有缘 于大师拿出了一枚平安符 随手递给一个秦氏族人 秦刚顿时看见 这个平安符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金光立刻将族人头顶的紫气 给大老手 于大师用手 在秦刚的面前一扶 秦刚看见的一切顿时消失了 又恢复了原状 这 这 他是真是神仙在世啊 是救我秦家 无论多少钱 秦某都愿意出 人一命 胜扫七级浮屠 我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 于大师说着 又拿出了数十枚的平安符递过来 你命族人随身携带 自然会化解厄运 秦刚感激地接过来 犹豫道 这大师有多少酬劳 哎 化解厄运 也是功德 我分文不收 只是如果再有神棍上门哄骗 让你化重金买法器 你千万不要收 清色前功尽弃 重色家破人亡 你要记好了 旁边的秦奥东忍不住说道 二叔 我早就说过叶晨是骗子 他拿着咱们家的钱 还不知道上哪儿去逍遥快活了呢 必须把钱追回来 否则就告他诈骗 让他在监狱里过一辈子 秦奥雪 却是皱皱眉心想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反而觉得 这个于大师看起来 才更像是骗子呀 那个叶晨呢 除了有点坏坏的 而且似乎一点情伤都没有之外 倒是显得没有那么坏了 而且很多时候 他都能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就像是一潭 深不见底的湖水 给我闭嘴 秦刚瞪了秦奥东一眼 转身恭敬地 对于大师说道 多谢大师指点 我日后一定注意 于大师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起身便走 等到大师一走 秦奥东立刻开口说道 他说 于大师是玄机堂的知名大师 哪是叶晨这种江湖骗子能比的呀 这次于大师出场 咱们家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关键是还不划一分钱 于大师分文不取 叶晨却骗了咱们家不少钱 他花了一个地 就拍了一个破位壳 这简直就是诈骗的 你也是的 怎么能给他那么多钱呢 这要是传出去 金灵的人还不骂咱们秦家是傻子呀 秦刚沉吟不语 但是脸上已经露出了一色 余大师的名气确实很响亮 而且余大师刚才让自己看到的那些东西是历历在目 也不得不信 更重要的是余大师分文不取 而叶晨呢 在拍卖会上花了自己一个多亿 越是这么对比吧 他就越觉得这叶晨可能真有些不对劲 就在这个时候 秦家的一个管家敲响了大门 在得到了秦刚的允许之后 才迈步走了进来 让您的空地 说完 他把一个纸盒子递了过来 秦刚皱了皱眉毛 把纸盒子拆开以后 发现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令牌 仔细看这令牌 似乎只有薄薄的一片 仅有火柴用一根廉价的红绳穿着 看上去跟旅行点的地摊 或是一模一样的 秦刚看了看发现人 见上面写着叶晨二字 再看备注呢 上面也只简单地写几个字 经服挂于圣堂极破纱 秦奥东一走 立刻就破口大骂了 妈的 二叔 这个叶晨把您当傻子了啊 这么一片破壁壳 说不定啊 是在哪个地摊买的破壳 竟然说他就能破上 而且 他花了咱们家一个多亿 就给了这么一个东西 还是派快递送来的 他都不敢跟您面对面呢 您说 这个叶晨不是骗子 还能是什么呀 二叔 咱们现在就带人去找叶晨 把钱要回来吧 不然的话 万一让叶晨跑了 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你先闭嘴 让我想想 秦刚揉着眉心说道 看看这金煞福 他也着实看不出 有什么神奇之处 由于片刻之后 秦刚召集人家族人 阴沉着脸说道 事关其他的生存亡 此事重大 明天就去找叶晨 问个究竟 你们把于大师的平安符带好 我得随意摘下 是 叔 我也要去 这个姓叶的害我不清 现在折着他的狐狸尾巴 我非亲手打断他的腿不可 就凭你 你能打得过 不过你要真想去 就多带几个保镖 先打听一下叶晨明天的行踪 以防万一 你记住 我不是叫你带人去找叶晨的麻烦 是怕你鲁莽行驶 就被人打 明白 秦家虽不是顶级家族 但也容不到他人欺到我头上 人若欺我 我必回敬 我一定要查清楚 如果叶晨真装神弄鬼 我定饶不了他 离开秦家之后 于静海立刻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他自然是要找叶晨报仇的 还要把叶晨抢走的车渠给抢回来 但是光是这样还不够 他这次来金灵 还想在金灵立个威 招揽一帮信徒 为自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助力 所以他便谋划了一个 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局 把叶晨当作了杀鸡敬猴 让整个金灵臣服的关键所在 叶晨并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于大师正在谋划着用几 祭祺呢 傍晚 叶晨正准备买菜做饭 突然之间就接到了宋婉婷的电话 接起来之后 宋婉婷语气严肃 直接跟叶晨说道 叶先生 那个于静海邀请了一些古玩 风水 以及玄学界的大师 在王家举办宴会 托我问你有没有空过去 王家 哪家 一个中等家族 他们家有两个男性后代 王云飞和王云凯 他俩 怎么会选到他家举办呢 王家最近一直不顺利 儿子王云凯和侄子王云飞相继出了事 王家的事业上也是一落千丈 所以王家家主求于静海 想找他给王家改改风水 我看于静海邀请了一堆玄学大师 可能不光是赚王家点钱这么简单 可能还有其他心思 我在拍卖会上抢走了那只车鱼 还嗆了他一顿 他想报复我是肯定的 估计这次是给我设了套吧 不过这次我会去的 面对面地看看 他想耍什么花招 那行 地点就在王家 明天上午我们一起去吧 我开车去接你 第二天一早 宋婉婷便开车来接叶晨 前往王家 王家的别墅 坐落在郊区山腰 风景秀丽 院中亭和客全都是修建成了房古建筑 王家花了上亿元修 平时是用来接待贵客或是宴请朋友 十分气派 湖畔的凉亭之外呢 摆放着数十张的黄花梨木椅 已有十几位应邀前来的宾客坐下 相互交流 不时传来笑声 坐在主位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人 他就是王云凯的父亲 王正刚 而在他身边落座的呢 便是于大师于静海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叶晨还见到了两个熟人 海城守护李泰来 和跟着他的那个郭明 见到叶晨进来 李泰来两人对叶晨是点头示意 而王正刚则是斜抵了他一眼 冷哼的一声 显然他也知道 王云凯和王云飞 在叶晨的手里吃了亏的事情 所以看到叶晨也没有一点好脸色 保护柜则是连马起身来迎了过来 开口说道 叶先生 宋小姐 你们来了 是啊 来见识一下各位大师们的风采啊 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惊讶的 这位就是在拍卖会上 一个一大手里拍走压售车渠的买家 宝富贵笑着介绍道 诶 正是叶大师 什么 大师 王正刚不屑地撇了叶晨一眼 随即笑道 现在大师的名号都快被叫得不值钱了 什么废物都能成大师 而像余大师这样真正有本事的大师 却那么低调 他话音刚落 人群也是一阵的尴尬 倒不是王正刚有意贬低他 实在是叶晨无论是年龄还是衣着气质 都称呼上一声大师 而在座的各位大师呢 几乎都是玄学界有头有脸的人士 要让他们和叶晨这个年轻人平起平坐 叫一声叶大师 这在座不少人呢 都是心中扑宽 于静海站起了身 制定神弦的孝道 哎 无妨 我见王家地方 举办这场宴会 也是想和诸位聚一聚 至于谁是真正的大师 谁又是无名钓鱼之辈 待会儿 自然见分晓 在场众人 听到于静海的话 也不由对叶晨面露讥讽 这种矛头响的 不是孤明教育又能是什么呢 宋婉婷也是眉头微皱 她知道于静海会针对叶晨 但是没想到 一进来这气氛就这么凝重 不过叶晨却是神色冷淡 目不斜视地走到自己的椅子前坐 周围的一切恍若未闻 王正刚见人都到齐了 才开口说道 既然大家人到齐了 那我就跟大家说说 今天于大师 见我们王家的地方 办这个宴会 一来是想结识大家一下 二来也是想和各位切磋切磋 怎么切磋 当然是以术法高低了 本集内容到此结束 请您关注下集内容 我是叶晨 咱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